2024年2月16日,在列治文岳海华亭酒楼,加拿大齐鲁华人总商会在温哥华,举行了第九届齐鲁琴戏温哥华迎春联欢晚会,吸引了来自各行各业300多位嘉宾和乡亲朋友们齐聚一堂,共同庆祝农历新年。 晚会荣幸地迎来了众多尊贵的嘉宾,包括来自政界、商界和文化界的代表,他们共同见证了这一年一度的盛会。 这些嘉宾的到来不仅为晚会增添了光彩,也体现了加拿大齐鲁华人总商会在家中两国文化交流和商务合作中的重要作用。 他们的支持和参与,让这次齐鲁琴戏温哥华迎春联欢晚会更加精彩分成,意义非凡。 主持人韩长福和Snow用中英双语开场欢迎了到场的每一位嘉宾。 他们介绍说,齐鲁人民以其热情好客和真诚大方著称,正如泰山和黄河在山东大地上的雄伟和滔滔不绝,齐鲁人在加拿大也建立了自己的家园。 晚会上,加拿大齐鲁华人总商会会长郑燕女士发表热情了洋溢的致辞。 今天是大年初期,七星高照,龙行大运,我们欢聚一堂迎来了齐鲁总商会第九届齐鲁情记温哥华春节联欢晚会。 在此,我仅代表加拿大齐鲁华人总商会全体会员,向各位的道来,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 齐鲁总商会自成立以来,经历九个年头,我们始终坚持创会宗旨, 本着一切以会员为中心,以服务好会员为根本的原则,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 促进华人和中国及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的贸易、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与教育文化交流。 一路走来,几经风雨,几度辉煌,如今在理事会成员的精诚团结,积极努力下, 在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和鼓励下,商会逐渐发展壮大,具有了一定影响力。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百倍,愿意大家一起投舟共济,再创加进。 理事长刘朝芳通过视频发表了致辞。 给你的老家们,本年了,祝龙泉吉祥,万事顺利,幸福安康,谢谢大家。 非常开心,在大年初期的晚上,应我们齐鲁华人总商会的邀请。 咱们齐鲁华人总商会是2014年成立,到今年是整整十周年了, 帮助大家融入社区,服务社区,做了很多的公益事业, 同时也为大家互相寻找商机,互相沟通信息, 搭建了很多的商业的平台,共同促进中家的经贸礼仪合作关系的发展, 这些方面做了很多的贡献。 在这里,我代表总管也对商会所做的工作表示肯定。 最后呢,也是希望咱们总商会,在专业会长,在吴长峰主席的带领之下, 在各位理事成员的共同努力之下,会晤工作,蒸蒸日上,越来越好。 我们最后祝愿大家,农年万事如意,再次给大家拜年,谢谢大家。 冠名赞助商瑞邦资产管理公司,廖紫薇女士上台致辞并对商会和晚会表示支持。 大家好,我是瑞邦金融的廖紫薇。 今天在齐鲁情绪温后华2026年的春节晚会现场, 我非常荣幸作为冠名赞助商,也作为齐鲁商会的终身荣誉主席, 大家齐乐融融,海外华侨同仁一起庆祝我们祖国的文化。 祝我们全体的华人春节快乐,也感谢广大社区对瑞邦金融的厚爱和支持, 祝我们有个美好的新年。 大家好,大家新年快乐。 once again, I'm so happy and pleased to be here joining the Shandong Association at their Lunar New Year event, and it's always great to join the community and have an opportunity to learn all the different provinces across China and the different cultural celebrations that they perform here. we just saw some young people doing some amazing violin, and I just want to wish everybody a happy new year. 祝您快乐,光鞋发赛。 我是历史文鼻中常区的神员区者兵徒斯沃, 今天很高兴可以来出石渣泰,齐鲁华人总商会的春节的晚宴。 齐鲁华总商会其实对我们社区的贡献非常多, 不单为我们商制作了很多的贡献, 而且对社区也有作出很大的贡献, 把我们的山东来的移民可以融入在主流的社会。 然后还有呢,我昨天推广火载文化日的时候呢, 这个会的很多会员都有支持我, 所以我在这里再次多谢国会的山东的扎伤父母, 谢谢大家。 我是历史文市员欧角光, 今天参加加拿大齐鲁华总商会活动, 非常高兴,历史文市跟山东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因为青岛是我们历史文市的友好市, 而且呢,这个关系已经有15周年的期间, 是一个非常长久的友谊。 所以在这里呢,我希望借这个机会, 也祝愿在山东的,在青岛的, 我们加拿大来准时的朋友们, 谢谢您好,也在这里祝愿在加拿大的山东人, 有一个非常愉快的一年, 在农年里面,万事与异, 身体健康,家庭幸福,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本拿笔市市议员王白敬, 今天呢,非常高兴能参加我们加拿大齐鲁华人总商会的, 这样的春晚的活动。 齐鲁华人总商会呢,在过去的这个岁月里面呢, 在社区里面呢,非常的活跃, 也为我们的联系乡亲呢, 这个为我们社区的发展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那齐鲁总商会的这个春晚呢, 也成为我们本地的一个品牌, 每年呢,都在这个把大家的这个乡亲, 把我们社区呢,很好地有机地团结起来。 大家在一起呢, 来共序相请, 共庆我们的新春。 所以呢,也借此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 也祝大家新春快乐, 荣年大吉。 大家好,欢迎今天来到加拿大齐鲁华人总商会的第九届, 齐鲁情细温瓜华的春节联欢晚会。 呃,我们呢,已经走过了八年的历程, 今年第九个年头。 呃,这九年当中呢, 呃,风雨沧桑, 但是呢,也是快乐与共。 因为我们有众多的企业家, 与山东人士, 在加拿大生活, 我们呢,在这里抱团取暖, 而且呢,我们也积极地融入社区, 参与当地的一些社会, 呃,政治,文化,经济,各方面的交流。 那另一个方面呢, 我们也对社区的一些经贸文化交流, 呃,做了沟通。 比如,我们在去年, 曾经已经七次举行了,呃, 加拿大和我们山东省的啊, 两个友好城市之间, 也就是青岛和列治文之间的, 这种友好城市的呃, 呃,庆祝活动。 呃,他们已经建立友好城市15周年了。 呃,在加拿大, 我们据2020年加拿大统计局的统计, 有近10万,呃, 煽动人呃,在加拿大。 虽然人数不是那么众多, 但是这些人也构成了加拿大的一道风景线, 也是众多华裔, 众多俗裔当中组成的一部分。 重蝶银某图年, 迎来甲晨龙年。 今天, 加拿大齐鲁华人总商会, 第九届春晚, 再次举行。 我仅代表, 中国乔商联合会, 表示热烈的祝贺。 大齐, 万事无意。 从创造美好和谐的社团环境, 供欠我们美好的加拿大, 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晚上。 谢谢。 同时, 慷慨捐赠一千加币给加拿大齐鲁华人总商会优秀学子基金, 体现了它对社区和教育事业的重视与支持。 不仅增强了商会的资金实力, 也鼓励了更多人参与到对教育和社区发展的贡献中。 晚会中, 还特别设置了优秀学子颁奖环节, 这一环节旨在表彰在学习和生活中表现突出的青少年。 这不仅是对他们过去一年努力和成就的认可, 也鼓励他们继续努力。 晚会精彩分成, 从开场的山东海洋秧阁五龙王到旗袍秀叶上海, 从旅剧双玉禅到热情洋溢的街舞, 每一场表演都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和歧鲁人民的才华。 晚会还安排了抽奖和拍卖活动, 让现场气氛达到了高潮。 从古井贡酒到发财术, 从天然水宝石到清末同胎掐丝发廊瓶, 每一件拍卖品都富有中国文化的独特韵味。 在晚会的尾声, 全体理事及嘉宾登台合影留念, 留下了这个难忘夜晚的美好瞬间。 随着集体舞科目三的热情演出和难忘今宵的大合唱, 第九届奇鲁琴戏温哥华迎春联欢晚会圆满落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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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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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